男人翘起兰花指,嫌弃地把杯子扔紧垃圾桶里 这两个杯子刚刚被黑人用过 他是绝对不会再用了 在1962年的美国,这种骑士很常见 绝大多数的白人都对黑人有着很严重的种族歧视 男人叫托尼在夜总会工作 常年混迹逢月场所,让他越来越优化 可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 对于闹事的人,他话不多说 直接上手,简单粗暴地解决问题 最近也总会要装修 托尼被迫停业在家,可没有了收入 家里连房租都快交不上了 他急需一份短期工作,来维持家里的开销 这时朋友打了电话 托尼记下地址,心冲冲地参加了面试 可让他惊讶的是,老板居然是一个黑人 这就让他有点不满,但他没有表现出来 老板告诉托尼,自己叫谢丽是一个音乐家 最近要去南部巡演,为期是两个月 正在招募陪同的司机,而托尼就是被推荐最多的人 听到这儿,托尼的心态直接炸裂了 为了钱当司机他可以认,但给黑人当保姆 他可认不了,面对谢丽的挽留,他更是开出了一周125美元的高价 两人都不愿意退一步,这次的见面就这么不婚而散 可是第二天,托尼却接到面试通过的电话 薪资正是他要求的数额 既然钱给到位了,托尼也没有什么托词,接下了这份工作 出发前,经纪人给了他一本绿皮书 上面是黑人出行的安全指南 详细地记录了哪些地方黑人可以去 哪些是明令禁止的 越往南边走,种族歧视就越严重 有了这本书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托尼收下了,但也没放在心上 就这样,肤色不同,教育不同的两个人 正是踏上了南巡的旅程 路上谢力提出了两个要求 演奏的钢琴必须使斯坦威钢琴 每晚必须有顺风威士忌送到房间里 托尼随手记在地图上 他敷衍的态度,引起了谢力的不满 而且托尼徒手拿食物 在车内吸烟,不抓紧方向盘 甚至开到一半在路边放水 种种的行为都在挑战谢力的忍耐力 托尼也看不惯他正经的样子 两个人磕磕绊绊的来到了演出第一站 谢力换上演出服 坐在舞台的正中央开设了他的演奏 在场的人都被优美的钢琴声吸引 托尼也不例外,听得格外的入神 对他也有了一丝的改观 很快,他们到了第二站 可主办方准备的钢琴 根本不是斯坦威钢琴 盛命还堆满了杂物 不尊重这场演出 托尼找负责人理论 可负责人根本不在意 还对托尼恶语相向 他用最高效的方式解决了问题 演出非常的成功 在去往第三站的路上 托尼买了一份炸鸡 毫无形象地吃了起来 还不忘和谢力一起分享 谢力拒绝了 托尼可不信 这不是黑人最爱的食物吗 托尼才不管这些言论 强行把炸鸡塞给他 谢力敲起脚趾头 轻轻咬了一口 两口 三口 根本停不下来 谢力笑了笑 也跟着扔出去 托尼也笑了 伸手把可乐瓶扔了出去 骨头可以分解 塑料可不行 傍晚两人来到镇上 因为种族歧视 他们只能在不同的旅馆休息 谢力穿着西装 和着威士忌 和这里的环境格格不入 这时一个黑人邀请他打球 谢力懒得反驳 谎称要见朋友离开了这里 没过多久 托尼就收到谢力出师的消息 他连忙赶到酒吧 发现谢力被几个白人围了起来 对方还不停地用言语羞辱他 为首的人看见托尼 直接亮出了鼻声 托尼什么场面没见过 他把手放在后腰 做出掏枪的姿势 成功唬住了所有人 酒吧老板怕把事情弄大 拿出了一把喷子 这才把谢力救了出来 托尼把他送回房间 两个人修正了一下 开始了第三场的演出 中场休息的时候 谢力想借用一下厕所 可主人却指向外面的茅房 示意他去那里解决 谢力当然不同意 他和管家说 你不让我用 我只能回旅馆上厕所 但是这样至少要花半个小时 谢力只好坐车离开 解决完问题后 回来接着演出 第二天 托尼正在给妻子写信 看着像勒索新的家属 谢力忍不住好奇 看着措子满篇 像流水账的文字 谢力忍不了了 他把信还给托尼 你照着我说的信 妻子受到这封信 感动得哭了 这是他第一次听到丈夫的情话 一路上的相处 让托尼对他有了些改观 对他的处境多了些了解 不再像之前那么讨厌 也渐渐理解了他的孤独 对他的演奏着迷 这天托尼遇到了 之前的意大利同事 他们用意大利语交流 你为什么给黑人工作呀 你要缺钱的话找我呀 我给你介绍更好的 还跟托尼约好了再见的时间 晚上托尼准备赴约 却被谢力拦住了 原来他会意大利语 也听懂了谈话内容 这么长时间的相处 他舍不得托尼 想用加薪的方法 把托尼留下来 可却被托尼给拒绝了 谢力被触动了 心中的石头也落了下来 他们一路难下 受到的歧视也越严重 在一个雨夜 他们被警车安停 对方看见谢力是黑人 有意地刁难他们 还嘲笑托尼 意大利人的身份 这一圈 直接把他们送到了警察局 谢力可不能被关在这里 可对方根本不理他 谢力只好给律师打电话 每一会儿 进居就接到放人的通知 他们只能乖乖照做 回去的路上 托尼才知道 竟然是司法部长肯尼迪 出面解决了这个问题 托尼很兴奋 可谢力却觉得很丢人 两个人话不投机 大吵了一架 你高高在上 住在城堡里 到处旅行演奏 过着跟贵族一样的生活 和你相比 我反而更像个黑人 这些话激怒了谢力 他冲进雨里 大声地咆哮 托尼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可他不知道怎么安慰谢力 两个人只好回到车上 先找一家旅馆休息 第二天 临近圣诞节 他们也来到最后一站 管家把他带到休息室 可那里只是个破旧的杂物间 托尼有些看不过去 但谢力已经习以为常 他收拾好东西 准备去餐厅吃饭时 却被服务员懒下 车里不允许黑人用餐 管家甚至准备 把饭菜送到杂物间 让谢力在那里面吃饭 这一次谢力没有妥协 管家没有办法 试图用钱贿赂托尼 让他劝一劝谢力 这句话惹火了托尼 他把管家推到墙上 却被谢力制止 托尼看了看老管家 果断地带他离开了这里 尽管这样会拿不到剩下的工资 他也愿意 在他心里已经把谢力当成了朋友 两人来到一家黑人酒吧 点了一份招牌饭 在托尼的鼓励下 他坐在钢琴前 第一次为黑人同胞演奏了一首音乐 酒吧的人也被琴声感染 乐手们也纷纷合奏 谢力演奏了一首又一首 状态也越来越好 他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 可除了酒吧 托尼突然对着天空 卡了一枪 原来是两个混混 在酒吧发现谢力很有钱 准备抢劫他 还好被托尼发现 直接把他们吓跑了 为了赶上平安夜 他俩日夜兼程轮流当司机 定制大学上路 路上他们又被警察拦下 可这一次却是善意的提醒 彭尼下车换好了轮胎 准备继续上路 他们紧赶慢赶 终于是赶上了平安夜 托尼邀请谢力跟他一起过圣诞节 却被谢力拒绝了 一个人回到豪华 却又冰冷的家 他开始怀念托尼了 于是他带着一瓶红酒 来到托尼的家 他的家人们虽然很诧异 但也热情地接待了谢力 妻子轻轻地抱住他 这是一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两个人一直都是朋友 直到2013年 他们相隔几月前后去世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吧